祭奠祖辈清掌,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一项传统,在诸多传统节日中,每逢佳节都少不了对先人的慰问和怀念,其中,上司节、清明节、中元节、重阳节以及鲜有人知的下元节,都是古人传统的祭祀节日,当然,除夕和新年就更不用提了,与此同时,中国的墓葬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。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土葬,这是一种最广泛也是最复杂的丧葬仪式,中国人起源于土地,也希望回归于土地,在人们的潜意识里,这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深刻意念与母性崇拜,不过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大都市里,火葬逐渐成为了大家的首要选择,一是省去麻烦,二是节约土地,但即便如此,还是有许多人在为自己或长辈的身后事奔波操劳,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,揭秘案件,洞见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订阅启文风云说,住不起的天假墓园,省不去的虚约麻烦,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,就算生前有再大的矛盾,也该随着逝者的离去而烟消云散,更不会有人跑到别人家的灵堂上去捣乱,因为这是会被戳几两骨的,而对于自家晚辈来说,为逝者操持丧仪就成了头等大事。 但是,丧一过后的安葬问题才是最令人头疼的,这要放在以前的话,基本就是一路吹吹打打,把棺木送到墓地就行了,可是现在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,已经没有那么多闲置的土地可以用来充当墓地了,农村的情况也许还好点, 但城市里基本已经全部开始了公墓管理模式,一只骨灰盒承载了一个人身后的一切,然后就会被葬进集体公墓之中,一个人独占一小块地方,前面立个杯,四周全是不认识的人,只有逢年过节,子女才会过来看一看。 但要是遇上近两年这种情况,子女自己都自顾不暇了,也就没办法再跑到公墓里来集点上香了。 不过,你以为这就完了吗?买了这一小块墓地之后,它的使用权只有二十年,二十年后,子孙后代必须按时缴费,才能继续拥有使用权。 也就是说,每隔二十年就需要重新缴费一次,如果不缴的话,那也有相应的处理办法,根据公布管理办法所述,期满继续使用的,仍需缴纳费用,与其三个月不缴纳的,按无主墓穴处理。 所以说,不是下葬之后就一劳永逸了,要是子孙后代忘记缴费或是不想缴了,那这片安息之地就会被卖给别人了。 至于那些无人认领的骨灰盒,要么是随便找个地方埋进去,要么是送到骨灰塔里去,当然了,有些人性花一点的公路会将缴费时间延长至一年。 一年以后,在按法规办理,除了这些来回奔波的麻烦之外,需要缴纳的巨额费用也是一大难题,就拿上海来讲,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墓地标价是二十万上下,有的能达到二十五万,一个零点三平方米的墓地。 需要七、八万才能买到,还有北京,2021年,北京市成交量最高的公路是位于昌平区的陶峰陵园,这个陵园的价格还比较亲民,最小木性的标价是五万一千八百元,最大木性的标价是八万九千八百元。 不过,它的木性面积也是很小的,还有位于门头沟区的万佛华侨陵园,它的价格比较高,最小木性的标价是十五万八千元,最大木性的标价是三十一万八千元,就那么大点的弹丸之地,动不动就要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。 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,这比开支是难以承担的,而且不仅是北京、上海这种一线城市,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公路费用也是日渐水涨船高,在哈尔滨一平方米的墓地至少需要准备三万元、五万、八万、十万的也不在少数。 备好钱之后,抢不抢得到墓地还得另说,毕竟,现在的公路也是稀缺玩意儿了,有钱没坑是常事。 尤其是在大城市,例如,2021年在北京海淀区的墓地,总共六个公路,有四个全部收清,有一个暂停营业,剩下的长安原骨灰林,墓行标价从十三万八千元至十九万八千元不等。 要想买一块墓地,首先必须攒够钱,妻子必须抢得到,最后还得记得每二十年一缴费,但是,很多家庭都不会只买一块墓地吧。 一平方米的墓地只能安葬一个人,合葬墓也只能容纳两个人,要是家里还有其他老人的话,那又得另行打算,而我国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阶段。 而且,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,第一个老龄化高峰是2018年到2022年,65年前,他们是新中国首批婴儿潮的诞生人口,第二个老龄化高峰是从2027年到2038年,这批人出生于大饥荒之后的那次婴儿潮。 现在的现状就是,老年人在不断增多,劳动力在不断减少,新世儿出生率也在不断降低,因为奶奶和外公外婆都需要年轻人尽孝道,父母总有一天也会老,如果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的话,那他们肩上的责任一定不轻松。 所以,国家现在提倡二胎,三胎也是迫于严峻的形势,网红、小区登顶热搜,新型公募应运而生,设想一下,一位老人的目的需要花费十万,两位老人的目的就需要准备二十万。 如果还有其他需要的话,这十万又会往上翻几番,而且二十年之后,公募还会联系子女按时缴费,再加上逢年过节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,光是投进这里面的钱就将近百万,价格昂贵,目的难买,手续麻烦,这俨然变成了三座大山,死死的压在年轻人的身上。 但俗话说,办法总比困难多,当一个问题变成社会性难题的时候,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应运而生。 2020年9月,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一个网红小区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,登上了网络热搜榜。 但这个小区不是建在市区中心,也不是什么地理位置优越的学区房,它被建在中唐镇,一个远离市区的小镇子里,中唐镇在滨海新区的西南角和市中心阁的老远,交通基建与商业设施也并不完善,如果硬要找一个优点出来的话,那就是它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,四周植被郁郁葱葱,景色相当一人。 不过这种地方,最多只能吸引别人去旅游,怎么可能会有人挤破了头地去那买房子? 但事实就是如此,慕名而来的顾客一窝蜂地朝着涌来,大多数人还都是全款买房。 一开始,这个小区每平米的挂价只有三千元,但是随后立刻升到了七千元,更有甚者开出了一万元的高价,在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里,这个小区的成交额达到了五百万, 售楼部简直是门庭弱势,说一句供不应求也不为过,而如此火爆的现象背后其实只有一个原因, 这个小区的商品房不是用来住活人的,而是用来供奉清掌骨灰的。 说白一点,开发商就是想把这个小区打造成一个新型公墓,一个一次性买断,拥有七十年产权的公墓。 就算是要交物业费,那也比之前的那些公墓便宜方便吧。 而且,这的商品房都是几十平方米的小弧形,按一平方米三千元的价格来算,全款买一套房子也只要二十五万左右。 这二十五万能买来七十年的时间,中途还不用另行缴费,只不过在寄店的时候需要多花点时间罢了。 所以,这种新型公墓又被称为骨灰房,对于有需要的业主来说,这种办法其实是挺划算的。 而这个小区的开发商也正式抓住了商机,打得一手好算盘,虽然这种解决方式没有得到公开承认,也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。 但早就有人私下里这么干了,2013年,上海市崇明岛某小区就被爆出来一次,那套房子是个一十户,也就十几平方米的样子。 但按照上海的房价来看,怎么这也得二三十万的。 不过,购房这种事情毕竟属于私人事件,在没数落之前,左邻右舍也不会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,所以一开始,邻居并不知道这套房子是个骨灰房。 但是时间久了,左邻右舍都隐约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,平常根本没有人在里面居住,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,感觉就是买了个房子拿来空置的。 可是每逢祭祀节日,就会有一家人来到这里,他们不会停留很久,每回都是急匆匆的来,急匆匆的走。 长此以往,邻居们突然冒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,这房子里不会是放着骨灰盒吧? 否则,这些反常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? 于是,大家干脆在业主群里讨论了这个事情,后来还闹到了物业公司去,结果一经调查,证实了邻居们的猜测是正确的。 而这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,谁能忍受自家的小区被当成骨灰房,又有几个人能接受自己的邻居不是个活人。 事情越闹越大,后面直接有人报了警,可关于骨灰房这事,警察也没有现行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执法,闹来闹去,还是得走民事调节这条路。 但那套房子也是人家自主购得的,拿来干什么都和外人不相干,所以也是供说供有理,婆说婆有理,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 但这次的事件也凸显出了一个问题,商品房到底能不能被当成骨灰房,像天津那样的网红小区是被全部改造成了骨灰房。 虽然没有邻里纠纷,但小镇上的居民会不会有意见,而且一整个小区住的都不是活人。 说出去有点甚得慌,时间久了,会不会对这个小镇产生影响,而上海那个小区的问题就更大了,大家都是买来自住的,偏偏有一个人特地独行。 这肯定会引起邻里间的纠纷,并且这种纠纷还特别不好解决,邻居能否报警,行为是否合法,如果真的遇上了这种情况,邻居和其他业主是否可以报警呢?答案当然是可以。 但是,鉴于我国目前尚且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覆盖到这一层面,所以就算报警也只能是以民事调节为主,若是遇上好说话的,那或许能够圆满解决,但也有可能解决不了,继续僵持下去。 那么,在商品房里放置骨灰盒是否构成违法犯罪行为呢?答案是不构成违法犯罪行为,但与此同时,这种行为也存在着极高的法律风险, 其一,会从根本上打击到该小区的房价,这种是一新曝光,肯定会传遍网络。 那么,新业主在考虑购房时,就一定会把这个小区加入黑名单,而老业主如果想出租房屋,也只能一再压低价格,时间一天不解决,这个恶性循环就会持续下去。 长此以往,这个小区的售价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,对于开发者而言,就如同一个鸡肋,实之无畏,弃之可惜。 而对于业主而言,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,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 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,炒作,哄抬房价,以至于扰乱社会秩序和国民经济的行为,都是违法犯罪的。 而骨灰房这样的行为就是在变相的降低房价,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行,其二,埋下了火灾的隐患。 现在都倡导文明祭祀,呼吁大家尽量不要放鞭炮或者烧纸钱,在公墓里祭祀的话,也是会有专门的焚烧炉的,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。 但如果是躲在小区里偷偷祭祀呢,大门一关,谁又知道里面是在干什么。 虽然烧纸钱引发火灾的概率是很小,但也不是绝对没有,如果真的在楼洞间引起了火灾,那么损害的可是公众利益,严重一点的,或许还会危及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 其三,违反了民法典第八条,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工具粮俗的一些事项。 在一个正常入住的小区内,如果有人购置商品房是为了放置骨灰盒,那么他首先在道德层面上就不占领,居住地是居住地,公墓是公墓,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。 而且,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会给周边的居民住户带来心理上的压力,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或是胆子比较小的,这肯定会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伤害。 其次,违反了病葬管理条例第五条。 如果选择火葬,那么骨灰应该寄放到专门的地方,如果是想自行处理的话,那也要遵循少占土地的原则。 但骨灰房这种形式是不被赞成的,还有上文中所提到的天津网红小区,该小区已经将这种行为商业化了,属于违规经营。 有关部门可以依据,病葬管理条例实施处罚。 总之,在新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,公募就只有一种形式,其他私下里的经营都是不被许可的。 假如真的运气不好,碰上了骨灰房这种事,那大家也可以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 2021年出台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明确规定,林地、耕地、开发区、保护区和住宅区内都是不允许建坟墓陵园的。 骨灰房虽然不算正经的起灵造墓,但它的初衷与结果其实差不了多少。 如果是租户遇上这种事情,大不了换房子走人,因为你不是房子的户主,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是没有话语权的,但要是户主自己介意的话。 可以出面交涉,不过,一旦遇到这种事,就要做好打吃九战的准备,毕竟,这花好几十万,甚至是上百万买来的房子,总不能说换就换吧。 这个时候,所有业主就应该团结一致,集体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,积极转变观念,接纳新式丧葬,在中国古代,除了土葬和火葬以外,还有很多其他的丧葬仪式,比如水葬, 将逝者遗体,置于江河湖海之中,随波漂流,也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,这种丧葬习俗,一般只出现在云南少数民族间和西葬地区,还有天葬,逝者遗体将会被放置在露天环境下,共要受分饰。 藏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都相信,这能让逝者的灵魂抵达天堂,其余的还包括塔藏,玄关藏和洞藏等,各族和各地区之间,对深厚式的理解与信仰并不完全一样,所以也催生出了多种多样的丧葬习俗,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开放,许多既有环保意义,也有纪念意义的丧葬仪式正在逐步出现,烟花葬礼,僵士者古会掺进烟花中,最后随着烟花一起升空,2005年,美国置办了第一例烟花葬礼,随后,这种丧葬仪式在英国流行起来,在广袤天空下,以璀璨烟花的方式目送王者离去, 这代表了亲友对他的哀思和敬意,二,海藏,海藏由水藏发展而来,但比之水藏更加环保文明,大部分海藏都是先将使者遗体火化,然后再将骨灰入海,这种丧葬习俗起源于维京人,他们又被称为北欧海盗,而在1976年,周总理也选择了这种丧葬仪式,骨灰入海,虽然打破了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, 但也遥记着老一辈革命家对祖国山河的眷念之情,三,草坪葬,这种葬礼也是起源于西方,但是近些年来在中国也受到了青睐和推广,而且,我国的草坪葬还在西方原有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改动, 不礼碑,不留标记,使用可降解骨灰盒,逝者将真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在这一点上,辽宁福山公墓起了示范作用,从2017年开始,在每年的9月份,福山公墓都会在专门的草坪葬区,为逝者举行安葬仪式,以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为基本原则,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引发了, 关于推行结底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,而随着大众思想的转变,相信人文殡葬和绿色殡葬也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实行,结语,不过,骨灰房的出现也并非哗众取宠,它只是在窘迫现实下诞生的一种无奈之举,要想解决这个问题,必须从根源抓起,而根源就是殡葬行业与公墓管理, 当代中国人,活着的时候要考虑购房,过去之后还要考虑买房,并且两边的房价都不便宜,而土地资源稀缺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严峻现实了,所以一方面要严格管控殡葬行业的乱象,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推广新型丧葬仪式,使绿色,人文的观念在社会中得到培养与传承。